12月12日 台媒报道 何润东在金门拍摄新剧 不如海边吹吹风时遭遇车祸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时何润东的马沙拉蒂 被一辆白色轿车追尾 车尾严重受损 差点掉下来 幸好他和副驾驶没有受伤 但坐在后面的副导演却不幸受伤 需要救护车送往医院 台媒公开了事故现场的照片 可以看到何润东下车后 一脸惊讶地看着副导演 被医护人员抬上单架 而白色轿车的左边车灯 也完全变形 保险盖也被压变 警方赶到现场后 迅速进行救援 并准备将两辆车拖走 据悉 马沙拉蒂是何润东的私人爱车 价值约800万台币 约合人民币182万元 报道声 何润东和副导演 当天是要去金门的庙里祈福 途中发生了车祸 马沙拉蒂是何润东借给剧组用的 他也跟着一起去拍戏 何润东本人没有受伤 但副导演的伤势还不得而知 据说他在车祸后无法自行下车 只能等待救援 对此剧组回应说 我们目前还在了解中 感谢关心